首先來關心在高雄的騎經區 有一名男子中午找朋友喝酒 結果酒駕開車回家 沿路撞倒一位老先生 還擦撞路邊的自小客車 遭到後方的騎士募集 一路猛按喇叭來猛追他 最後還有兩名熱心的騎士 幫忙逮人把肇事者給揪出來 結果他的酒車只高達了1.02 女騎士沿路狂按喇叭 追著前方箱行車 一路追了快要100公尺 因為駕駛撞到路邊一名老翁 居然撞了就跑 趙氏駕駛撞人當沒事繼續開 飄移歪來歪去 還擦撞另一輛白色自小客 撞人又撞車 熱心的兩名男騎士加入尾捕行列 用機車擋住去路 男騎士還踹了車頭一腳 趙氏駕駛才緩緩拉下車窗 被強制開門揪下車 原來趙氏駕駛是一名保全 20號中午到旗津 找朋友喝酒喝得醉綁綁 硬著頭皮開車回家 結果酒駕逃逸 被民眾圍捕直接報警 酒車池高達每公升1.02毫克 全難以公共危險及造勢逃逸罪 以請偵辦 撞人又撞車 還好被撞的老翁沒有大礙 但這一名酒醉保全 造勢逃逸又酒駕 這下待機大條 記者高雄總報導 22號深夜有叫車撞進家具行 結果整片的鐵捲門被撞到都變形了 車衝到店裡頭 直到撞上柱子停下來 在店裡頭展示的沙發啦 周一全都毀了 現場是一片狼藉 警方來了現場 一名張姓女子說車是她開的 因為身體不舒服 恍神才會衝撞家具行 但是警方都有監視器 畫面發現開車的市民男子 不排除是酒駕找人頂包 現在全力追強 半夜三點多 家具行一片漆黑 突然一輛車撞了進來 夾帶火花 沙發瞬間噴飛 車輛猛力撞上店內的柱子 才停了下來 你是住在裡面 老車的我住在路上 家具行內展示桌椅東倒西歪 鐵捲門被撞凹 四處全是碎玻璃 白色轎車車頭凹陷 車上一名女子 一臉驚慌 嚇到幾乎說不出話 只有你一個人而已嗎 我冷不醒 女子蹲在地上 餘寂猶存 但老闆更是無奈 大半夜的 被巨大撞擊聲嚇醒 連衣服都來不及穿 很大聲嘛 嚇醒 冷我是沒看到 我當時我們有三個 走過去看的時候 當時是沒有人走出來 二十九歲張姓女子 向警方公稱 她深夜開車回家 行進台中市環中路 和大幅路口 一時晃身撞進家具行 但警方 調閱監視器 驚覺開車的 明明是一名男子 根本不是張姓女子 該駕駛人為男性 警方目前正積極查證 追查中 男子是否酒駕落炮 丟下女子頂包 警方得再調查 但無辜的家具行 損失慘重 後續將和肇事者求償 記者陳廣 瑞涵志欣 王百英台中採訪報導 看到新竹某科大 日前有兩名男大生 為了為女同學 兩根針鋒吃醋相約談判 一眼不合大打出手 現場還有同學 大家圍觀起哄 不斷地叫囂 還拿手機錄影看戲 學校仿佛成了格鬥場 兩位男大學生 連都快貼在一起 嘴裡髒話 彪不停 你一眼我抑鬱 火氣都很大 雙方互推後 開始大打出手 雙方不停拉扯頭髮 打到對方手機 眼鏡都噴飛 最後直接將人壓制 在地 更扯的是 旁邊還聚集一堆學生 不斷起哄校正 拿起手機錄影 一副想看好戲的模樣 校園儼然成了格鬥場 讓其他學生都看傻了眼 感覺就是要把對方 往死裡打 校園是一個學習的地方 不是拿來鬥歐的地方 蠻丟臉的 傳出去很難聽 爆發如此激烈的衝突 原來僅因為小小的感情糾紛 新北某科技大學某位學生 因為不滿班上 另一位男同學 私傳訊息給自己 班上的女朋友 兩人客上到一半 相約樓梯間談判 最後直接動手扭打成一團 校方得知立刻介入處理 將兩人帶回福島 氣消後雙方都不追究 但因為一時衝動大打出手 用來學習的校園 成為鬥歐打架場所 實在讓人觀感不佳 記者黃毅君 范雅喬新北報導 養乾脆萃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 幫助睡眠 睡前30分鐘 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 酸甜好喝